各位同學們好 我是Sharon 我是教A-Level的Principal of Accounts 教這個課題都教了十多年了 心得固然是有了 同學很怕的 最怕的題目是甚麼呢 就是Paper 2的Management Accounting 這個課題 同學經常做來做去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明白背後做這個託課題的動機 然後再加上Parseaper 由錢入心 慢慢看看每一年題目的變白 你就能夠處理得很好 過往每一年 我的同學在Paper 2裡面 通常不是A就開到B 所以不用擔心 第二個課題我會和同學介紹的 就是Paper 1的Financial Accounting 我們會選擇了三個課題 第一個是Consolidation 第二個是Cashroll 第三個是Partnership 這三個課題佔了Paper 1大概70-80% 所以我們只在必得 在這三個課題裡 同學經常賣完一樣東西 為甚麼我經常無法掌握 巴來巴去都無法掌握 用了很多時間 我們要做的很簡單 第一 明白原理 第二 技巧的操練 在這三個課題裡 Miss Tran會介紹一個 又快 漂亮 正 怎樣能夠一次過埋到數的方法 令你在考試裡 能夠很有信心地 得到你的數 所有人一次過平衡 希望這幾個課題 能夠令同學很有信心地 讓你考到你心儀的大學 去到一個你喜歡的學系 而言真正道 好